大家好啊 现在天黑透了啊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18点38分啊 谢谢大家啊 谢谢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啊 给大家讲一个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案 1960年3月12号中午11点左右 一个40来岁的小个子男人来到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确切的说是天安门广场啊 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后 他从包袱里取出了一个折叠着的长圆形状的白色的纸灯笼 他在众人惊讶目光的注视下啊 又从包袱里拿出了一根红色的蜡烛 点燃后小心翼翼的插在灯笼里边 底部的一根钉子上 然后小个男人就提着这盏纸灯笼 离开了纪念碑 慢慢的朝广场的南侧方向走去 南侧啊 那会还没有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呢 毛泽东还活着呢 不久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往南应该就是前门正阳门方向啊 消失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本来啊波澜不惊 如果不是两天后英国路透社发布的一条短消息 抱歉啊 北京大概也没有人想到这个小个男人竟然制造了一起 被外国新闻媒体称为带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 路透社的这条消息转发自英国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 还配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 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点燃白色纸灯笼的小个男人 他手持灯笼 庞若无人的行走着 背后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上半截 报道称 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 路透社转发的这条短消息 在播出后几小时内 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获悉 外交部部长陈毅决定立即向周恩来汇报 外交部怎么获悉的呀 有人专门看各种外国的报纸 电台广播电台 电视台关注外国媒体对中国有关的报道 有人专门就干这事 周恩来果然非常重视 这是有原因的 1960年3月6日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转过来的一个文件 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 当前农村缺粮问题非常严重 已经出现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势力 周恩来自己也接到了一封记字 安徽合肥的挂号信函 信中反映 安徽省的河县 吴维县 发生严重的凉荒 河县同城闸 可能是个公社 已经有多人饿死 两线农民中的许多人 已经外出逃荒 有的不得已 抛弃了子女 当地的干部作风 恶劣 不但无法解决此类问题 还迫害敢于说话的群众 说实话啊 这个周恩来能接到一封挂号信 从合肥寄出来的 不容易 当时你往外寄信 尤其你往北京寄 又寄到国务院 又寄给周恩来 99.99%的信 半路上就被截留了 你这封信出不了这个市 也出不了这个省 绝对是这样 中国的邮政检查制度 曾经非常的严格 甚至严厉 邮政检查制度 各国都有 中华民国时期 代理军统局就有 在重庆 就有一个机构 叫邮政检查所 那么多 谢谢观看